這邊是新店黃枯溪喔 那個人在釣香魚 在剉香魚吧 這個水應該很不錯喔 很少看到這條小溪水量這麼豐沛的 不過今天不是要來這裡啦 這裡是平廣溪喔 那邊的都是在剉香魚的 跟剛剛那裡一樣 今天水就很大了 平廣溪就有大很多了 下游這邊呢 平廣溪下游這裡出口是 整排這邊都是釣溪哥的 這裡出水溪哥很多 因為那個水庫那邊水是濁的嘛 只有這條是輕的 所以西哥那些魚都會來這一條 正邊紀錄一下南四溪這一段齁 哇我第一次看過水這樣子的 而且這樣子持續大概有兩個禮拜喔 過幾天再來這裡一定很爽 然後來到紅河谷 看那個加九遼溪會流口 今天就是要去釣加九遼溪 因為南四溪都是濁的 加九遼溪會輕的 可是水很大 只有這一池看看可不可以 後面 等一下會過去那個橋那裡 往上看 看水 如果大道不能釣的話 就只能釣這裡了 這一池了 這樣子今天是沒辦法 沿著溪這樣釣下去了 這邊過不去了 所以應該要分成兩段釣 下午釣這一段 從旁邊這邊下去 然後越過這裡 釣那一池 釣這兩條啦 早上釣上游 一樣也沒辦法 走到上面那個瀑布 所以可能就釣這一段吧 早上就釣這一段 釣到這邊 勉強可以釣 釣到邊邊那個回流區 不要太急的地方 應該勉強可以釣 早上釣這一段 然後下午再去下面那邊釣 要分兩段 走兩個不同的下切點 早上是從這邊下去 不然的話 沒辦法一直往下鎖 停車我要說一下 開車的話就是停那裡 騎車的話也是 不然就停旁邊這一塊 過橋這一塊 旁邊這一小塊 那邊不要去停喔 聽說那邊是人家的私人土地 那一塊 那個 你停在那邊釣魚回來之後 可能會有人給你收費 那裡就不要 這個水溝 過去就不要給人家停了 然後那裡更不用說了 那裡一定是人家的 好啦下去了 入口就在這個 污水處理場的旁邊 這裡 這裡路好像有人開過了 變比較好走了 比較寬了 這個貴鳥就有人採過了 我上次來採好多 這樣有人採過了 走下來這邊就是烤肉區了 這次的烤肉區為什麼這麼乾淨 覺得很乾淨耶 以前都有一堆垃圾說 這樣子看起來水量還可以掉 勉強可以掉 這裡有樹倒下來 所以我們下雨下十幾天 這山壁旁邊盡量不要在那邊休息 要離山壁遠一點 反而靠近西邊比較安全 東西就放這裡了 放這裡和那個石頭上面就好了 不要離那個山坡太近 怕石頭會滾下來 今天一樣還是沒有人 只有我一個人 加九寮溪 本來就比較少人釣了 尤其是現在秋冬了 而且又出水 加九寮溪釣兒 除了吐司之外 就是大麥蟲了 吐司我釣不習慣 今天還是釣大麥蟲 哇 吐太多了 好啦 趕快開始吧 往上大概就到這邊而已 我不想下水啊 不想切過去瀑布那邊 吐了一下水還是太大 大概都吐到西哥啊 小小隻的 而且點不多啦 還是往下好了 這塊石頭邊邊吐看看 以前這邊 水比較乾 現在水大的話 應該會有個回流區 看看能不能吸到石頭下面去 欸 有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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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斑啦 八小的九斑 不錯 不錯 今天是不是水不夠清啊 丟 對啊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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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這一段大概釣了一個小時吧 今天不怎麼咬 而且 都小隻的 看看下午水會不會清一點點 好像水差一點點 魚看不到鵝 這樣 都水吃的 沒什麼特別的 放大海 水深實在太大了 喔 差點被吸 6 欸 太多啊 這裡幾乎都西哥和一枝花 飛石了 不過 丟啊 都水啦 哎呦 丟 哇哩哩哩 我分掉了 我 都水口了 丟 啊 一枝花 都水吃的 來吃飯來吃飯 準備要收的時候啊 在這橋下發現 這邊有人 烤肉的跌下 喔這裡 位置真的是不錯 那這個橋這樣擋住 上面有遮雨 這樣雨也潑不到 然後 在這邊 還可以烤肉 然後 在這邊 掉這一池 這樣不錯 還沒人好 這個人 蠻享受的 好了 我要去享受了 那第二場呢 去 掉這一段幾乎都是西哥 這個因為這一段 水太急了 所以都掉到水表層而已 都西哥和一枝花 沒有什麼特別的 放放 第一次栽木炭來炒肉 可見了有多超濕